哈喽我是可恩 今天就是更美好的星期一 然后就在刚刚我就收到的 华为寄过来包裹 包裹里面装着就是你们等了很久的 华为Nova 7 SE Nova 7系列终于要来 马来西亚了我跟你讲 那这影片呢其实跟 之前有点不大一样 因为我真的是很敢的 我真的是当场拿到当场拍 就是当场剪出来给大家看 所以可能比较简单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那今天呢这个影片主要的 目的就是要记录一下我拿到 这个星期之后它的外形 然后我换机到 最后变成我自己的手机的 一个换机全过程 好那我们就开始吧 OK这个手机呢就是 Nova 7 SE的本尊 那现在的手机厂商就很喜欢 出很多个版本 然后就用小杯中杯大杯来形容 低配中配高配 那这个Nova 7 SE就是 小杯 外形方面 大家可以看到哦 它从上到下都是一个银色 但是哦 它跟之前 P40 Pro 那个雾面有点不太一样 它这个是玻璃镜面的银色 然后你会看到哦 上面是银银银银银色 然后到下面哦 有一点 淡红色的尖辩 我个人觉得这个颜色就是 很少女 但是我个人还是比较期待 Nova 7的7号色 听说那个颜色很眼 我是没有看过啦 搞不好明天我就拿到了 手感旁边我觉得不错的 然后它的镜头就是长条形 旁边就有一个闪光灯 然后下面咯 有一个我之前讲过我很喜欢的 华为Nova 艺术 logo 就是其实它真的是 M.O.V.A 的这个字 但是你看在眼里面哦 我觉得有点像是一个男生给一个女生的样子啦 OK外形我们大账就看完了啦 现在咯就要把它搬机 就是把它换成我自己的第一用 然后第一步就是要先做Phone clone 就是把你旧手机的东西搬过来新手机 然后现在我手要拿着就是我的旧机啦 然后就开Phone clone这个Apps 然后Scan OK OK 那我们现在就要等它慢慢搬 因为它搬是需要时间的咯 我就要去吃早餐咯 再见 OK 搬完了 现在我旧手机的东西咯 就全部进了这个Nova 7 SE上面呢 给大家看一看我平常有在用的一些热场Apps 就是有Facebook Messenger Vitcher家一定有的啦 然后RHB Bank Foodpanda Lightroom Touch and Go 啊 还有一些女孩子一定有的Syoutube Apps 哦 讲到Apps喔 很多人问我 华为没有打Google之后 这样WeChat WhatsApp Instagram 要怎么办 帮得到咩 可以啦 这么不可以 其实Nova 7i的时候出啊 我有拍过一个影片 教过大家怎样做 如果你们没有看到 或者你们Missed掉的话 你们可以点Caption那边 我放回那个Link给你们看 但其实咩 一般日常会用到的Apps 本来就可以在AppGallery上面找得到的 比如说社交媒体类型的话 就是TikTok Facebook Instagram 导航类型的话 就是Waze Here we go Map 电子付费类型的话 就是有Touch and Go Boost FaithPay 银行的话 就有Maybank2U RHB Bank PBE 这样游戏打Game的话 就是有王者荣耀啊 Rise of Kingdom Lotsmobile 新闻的话就有 Jubaba 中国报 Extro的Star 这样Vilo体验的话 就会有iFlex啊 东上啊 RBB 然后还有网购啦 你们最喜欢的网购 淘宝 Shopee 外卖要吃饭的吗 达马干 Foodpanda 其实这些 全部全部都可以在AppGallery上面找得到的 那AppGallery出了哪 还大陆Apps 其实它有很多福利的 比如说第一 免费你三个月VIP account 看华为video 你们什么鬼系都有啦 第二 免费你50GB的华为Cloud 你可以什么鬼都backup进去了 OK 那个华为Cloud 最近有新的update 所以你可以连你的 WhatsApp WeChat的聊天记录都可以backup买进去 总结来讲呢 基本上 日常会用到一些Apps 在Nova 7SC上面 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啦 也没有太大的影响 就是日子照照 我照跑这样子啦 但是我要老实告诉你喔 全线还是有的 就是如果你是为了它的外型 配置而买的话 至少可以告诉你 在日常体验上面 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啦 OK 那今天 我的7SC也已经换好机啦 所以它已经正式变成我的副机了 换机影片 就到这里结束吧 好啦 那吃点呢 我就会补牌堆一个 Nova 7SC的开箱给大家看 那还是你们 其实更想看Nova 7的开箱 你们可以留言告诉我啦 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吧 喜欢这个影片的话呢 记得把它分享出去 看了100遍 然后订阅我来去Facebook和YouTube 我们下期再见 还不说明白 拜拜 这里我再总结一次啦 1.半星期的话 用phone clone完全搬过来 又快又方便 2.基本90%热产会用到的apps 都可以在appgallery上面下载得到 3.如果用第三方市场的话 个人推荐aurora store 可以下载也可以更新 好啦 就这样啦 拜拜